在地球上,白天,天空是光亮的,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东西,这是因为空气里的分子会反射太阳光,在月球上,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,因此它的天空是一片黑暗的,甚至连点点的清光也看不见。 在宇宙中,也是这样,空荡荡的宇宙,基本上没有可以反射光的物质,因此,我们只能是什么也看不见,哪怕是在太阳的附近,然而,宇宙为何会是黑暗的? 这个谜团一直存在着,宇宙中那么多的天体,一些天体发出的光,为什么不会举在一起? 对于这个问题,许多的科学家都为此而困惑不已,并且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 首先是托马斯底奇斯,作为16世纪的天文学家,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,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,他在各个方向上延伸,宇宙无尽。 恒星也是无数的,按照他的这个推理,那么无数的恒星为什么就是点不亮宇宙呢? 迪奇斯终其一生,也没能想明白,除了迪奇斯,还有一位天文学家,他就是19世纪的威尔海姆·奥伯斯,他也学花费了数年的时间,然而终究是没有弄清楚。 最后,关于天空为什么是黑暗的这个问题,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为,奥伯斯·杨六。 奥伯斯提出,这可能是和宇宙空间的尘埃有关,由于宇宙里的尘埃吸收了恒星发出来的光,因此,宇宙是黑暗的。 但是,在奥伯斯死后,经过科学家们的计算,发现恒星们发出的光,这个能量是足以使得尘埃升温发光的。 这一切又回到了原点,其次是稳恒太宇宙学的空点,稳恒太理论的支持者宇宙膨胀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但是,它仅仅在稳恒太宇宙学中需要,并不被广大的天文学家所接受。 在这最后,关于太空为什么是黑的这一问题,也就没有十分确凿的,令人十分相信的解释。 目前,作为广大天文学家认可的是美国马达珠·大大学的艾德华·哈里森提出的空点。 他认为,在可观测到的宇宙范围内,恒星所产生的能像是很小的,而且恒星并不是长生不老的,它们也会面临死亡。 但是宇宙是广阔无边的,纵然宇宙是无限度的老,但是恒星终究是会死亡的,因此宇宙总是黑暗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